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贾庆林呢 呛木声呢就给出了事了 真的呛木声出了事了 因为中间过了个周末 咱们在节目当中呢 其实盯在了这个徐太后 盯在了郭伯雄身上 说着是郭伯雄的儿子被抓 一牛脸 这个贾庆林又被抓 这个是有点前后有点接不上茬 那贾庆林被抓呢 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 特别是最近才看节目的朋友来讲 稍微有点陌生 对他的某些消息呢 不是很清晰 不是很清晰 贾庆林真正的事情闹得最猖狂的时候 是这个赖昌兴这件事情 而赖昌兴这件事情 在多少年前被按下之后 然后贾庆林又进了政治局常委 他扮演的角色是为了充当人数 掐死胡锦涛温家宝 九个政治局常委的出现 就是当时曾庆红出的坏主意 江泽民办的事 主政办的事 集体领导的说法听起来很民主 实际掐死胡锦涛温家宝 所以非常典型的概念就是 当时整个江泽民的王朝就是说的 穿衣服是为了脱 戴眼镜是为了耍流氓 这个他完全都是反的 这个当时的操守 基本都是这么个操守做法 贾庆林呢 却是这个被江泽民极端保护的人 所以当时国内流传说赖昌兴 不能被弄回国 那个时候是在加拿大了 要把赖昌兴弄回国的人是朱镕基 是朱镕基 为了是打江泽民 打贾庆林 但不让他回来的时候是江泽民 而在加拿大他相对的司法独立的背景之下呢 他出现了这种拉锯战的反应 而这里要提醒大家 贾庆林出世 贾庆林长时间在福建 而习近平也长时间在福建 那换句话说 作为当时一直在福建主政的 一直在福建作为官的习近平 他一定对贾庆林和他的太太 林友方的故事 与赖昌兴之间的关系 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 拍死贾庆林 拍得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过 习近平的生性是憨厚 憨厚人打苍蝇 啪 没打着 再打一下 心眼多的人打苍蝇 啪 再沾上就跑 你看那个心眼多的人 打苍蝇一下打不死 这个 这憨厚的人打苍蝇一下没打着 第二下打的时候 给打成肉酱 苍蝇都这么打死 所以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的时候 那今天我们看到贾庆林的故事 美国之音昨天登了何清莲女士的一篇文章 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讲 是值得把这段故事重温一下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突然是贾庆林下来 对吧 不是乌邦国 不是其他的人 而是贾庆林下来 因为贾庆林 贾庆林 它是一个标杆性的东西 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这么说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甲庆林传言又起 企业地身影在线 这是跟他现在的状况有联系了 那文章里呢 提到一个概念 甲庆林的消息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那何清莲女士也是引用了 陈林须的微博的内容 这个内容 这个整个那个内容的照片呢 现在在起码在海外的网站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 而这个 作为何清莲女士认为 这条消息不是假的 他因为 陈林须现在居住在福建厦门 与新浪和微博上都开了 这个实名认证的微博 所以身份是很 很直接很简单的 那换句话说呢 陈林须自己也是福建的 贾庆林从福建出去 习近平也是从福建出去的 然后他就讲说 那这件事情呢 还必须从贾庆林的过程 丑闻缠身说起 他再次提到这个 震动全国的远华案 提到了贾庆林的妻子 林又方 跟这个远华案之间的关系 和这个 赖长兴之间的关系 那这里他特别提到呢 贾庆林碰到了一个有情有义 愿意互短的主子江泽民 在外界纷纷质疑贾庆林的妻子 林又方与赖昌星之间的 利益关系的时候 江泽民亲自到北京市考察 当时贾庆林是北京市的市委书记 公开支持贾庆林 同时让林又方接受 凤凰卫视专访 澄清事实 当时的林又方说 根本不认识 这个赖长兴 当时是那么说的 同时否认 这个与贾庆林离婚的这个故事 但实际据说是离婚了 而文章呢 提到呢 在2006年 当时这个赖长兴还在加拿大了 他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明确表示 他自己愿意交代 在与任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夫妇之间 以及身边人士的交往的细节 并且提到远华集团的大量业务 进出口业务 是透过当年的林又方完成的 而当年的林又方是福建省外贸局的党委书记 而前后的故事是这么个故事了 所以当时赖长兴为什么觉得冤呢 你们这群人挣了我老多的钱了 拿走我老多的钱了 牛脸你翻脸不认人 其实我觉得赖长兴不应该这么喊冤 跟共产党打交道是跟谁打交道 跟魔鬼打交道 我常跟大家说 你见过鬼有脸吗 你见过魔鬼的脸是什么样呢 对吧 有人说见过 那会更多的人说 每个人见的魔鬼样不一样 魔鬼的脸是千变万化 最终那张脸是什么 它没脸 没有人性的东西 扼杀人性的东西 能有脸吗 人才有脸 大家就觉得我这话说的有点 好像不关吃不关喝的 其实就在你家身边 就在每一个人身边 就像我说那概念是 你不相信神佛 神佛就在你身后 取决于你自己的 做人的人性 你不相信鬼魔 地狱的门正向你敞开 随意你怎么做 而又取决于你怎么做 地狱的门向你敞开 当你做着扼杀人性的事情的时候 地狱的鬼想把门关上 给你挡在门外 他都关不上 因为是人自己选择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尊重人性的时候 你自然会拒绝中国共产党 尊重人 你就会拒绝魔鬼 那文章也提到说 2013年其实当时的彭博同学社 有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提到了是王健林 中国首富 而王健林与贾庆林之间的关系 是有这些故事 但是这篇文章就没再提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过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 整个是绞杀在一起的故事 那在我看来 就是他真正的细节 就是如果我们笼统地说 贾庆林与赖昌兴这件事情 是被当时的朱镕基提出来 要半死贾庆林 而江泽民死保贾庆林 而朱镕基前两天又突然露面了 非常高调的露面 就在贾庆林传出出事的前后 朱镕基露面说 自己要把稿费写了一本书 不知道几本书 要把这稿费捐给贫困的 什么山区的 大概是这么个故事 那写的那本书估计就跟远华案有关吧 里头可能有 我不知道我没看 我就说这意思 因为那是当时 这个朱镕基要办贾庆林时 整个这件事情炒热的非常的厉害 可是朱镕基没办了贾庆林 反而让江泽民以反腐的名义干死了他身边的人 叫王雪什么 忘了 是中国银行的 还是是个银行的里面的人 所以前后的故事是这么个故事 所以就是才会出现了另外一个场面 朱镕基是属大龙的 江泽民是属虎的 龙虎如刀措 而当时配了对 习近平属小龙了 在马年 小龙年刚过去 马年就出这事了 你可以什么都不信 就信你自己没问题 但天下的事就是这么有意思 文章也提到说 贾庆林最后公开露面的时间是五月份 是据中国大学生在线报道 五月六号 这个贾庆林到了这个河北工业大学 他是校友 在那儿去如何如何说了那么一段 都是去学校 你去什么学校 这贾庆林脑子也反不过来 周永康就去了石油大学 母校一下给自个儿咔嚓弄里头了 这个他也去了自己母校 你这事你怎么就那么明白了 所以有时候你别以为当大官的脑子多好使 今天你记住 在权力之下者 在充满因为的权力者的手下 你只能骗他 一定是酒囊饭蛋 才能充数 能够混个人样 中国人的话混个人样 混个人样不是人样 是魔鬼 所以贾庆林围绕着贾庆林出世 在我看来这是直接对江泽民下手 因为江泽民太喜欢他了 因为他跟江泽民参在一起了 因为整个的故事完全把江泽民自己拴离了 而又是习近平掌控了太多的小辫子 很容易干死他 不用什么 说今儿抓 抓完了 至于他贾庆林有什么罪 都不用再写东西了 因为都在那放了 封存了 所以他是在这么一个融合的情况下 我觉得找了一个最方便的口子 军队把稳之后竖着茬的干正发位 然后紧接着即刻伸向了贾庆林 伸向了曾庆红 所以给我的感觉呢 今天的主政的人 习近平王岐山在抢时间 在抢他们心目当中的某一个时间 才会干得这么急 这么猛 这么快 对吧 这个那位中央电视台的男主播 以这样的方式 根本都不管节目本身了 哗嚓就给弄死了 一定在他们的层面认为 有着什么事情 什么叫快刀斩烂麻呀 什么都不过夜的 说办 立刻就办 不能过夜 夜长 梦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